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最後一集旅程 今天我們會坐7點的飛機回香港 所以我們早上就找了一個近高松市的四角村玩 順便我們會在那裡吃午餐 接著我們就馬上去這個栗林公園 聽說栗林公園還獲得米之靈觀光指引裡面 值得專程探訪的景點 三顆星的評價 那我們就真的要去看看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馬上去片 來到今天就是最後一天 這間就是我們酒店房 雖然這個地方不是很大 地上就只可以放兩個榻榻米 連行李箱我們都要硬找米房 不過它的優點就是 它可以放到行李 待會我們檢查之後 它還有一些鑰匙給我們 可以放一些行李在那裡 大家來到高松的話 下次都可以偷雞 進去他們的鑰匙裡面 因為其實是自出自入都可以的 我們檢查的時候 就這樣放下鑰匙 沒有人服務我們就可以走了 今天我們會先去這個四角村 然後在那裡就吃了烏冬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就會去這個鹿林公園 我們今天7點多鐘機 4點多就要回來JR樓 這裡就搭去機場了 好 待會再見 在我們酒店地下那一層 就有很多位置可以被人放行李 它就會提供一些單車鎖 你就可以鎖在架裡面 如果你是不安心的話 還可以用它的鑰匙來鑰匙 不過前提是鑰匙還未被人用 會不會兩位置業 他會不要用這個 我會把他的鑰匙來拆來了 放這一個 pojaw類似的 是特別是 不會 這就是 是不是 我們在酒店對面就是JR站 沿著碼頭那邊走,你會看到兩個小石像 走前一點,你就會看到我們今天要搭的電車站 今天我們就是搭這輛電車去四朵村 琴電,琴電,琴,琴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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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我們酒店,JR旁邊出發,沿著三塊石頭再走過來 然後就會看到他們的電車 來到我們今天去四角村的話,就會去到琴電廟屋 好,那我們再上電車吧,拜拜 拜拜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 什麼? 四角村的屋島? 不是啦,是琴電廟屋,琴電屋島的電車站 剛才我們經過轉車,就來到這裡 今天我們的地圖就會在這邊 好啦 那我們就會去四角村 然後就會去吃烏冬 然後就會去吃烏冬 好啦,現在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要出發了 因為時間現在已經是十點鐘 拜拜 是呀,是呀,這裡 走到這邊呢 就會看到一個石牌 沿著上去就會看到四角村二人館的入口 而二人館就是我們今天吃烏冬的地方 上到四角村這邊 基本上我們在二人館吃完午餐之後 就沒有時間玩了 很可惜,真的要留下一次 在這裡我們可以試到這個讚奇胡冬 它是一大個麵盤給你吃的 加上它的醬油,真是不得了 吃完東西之後呢 我們坐電車去米芝蓮 觀光指南推介的律南公寓 剛才呢,因為我們買票的時候呢 就付不夠錢了 所以在到票帽那裏呢 就要補回錢了 我們買了呢,每人一張是240 但那個呢,價錢其實是320 加上呢,我們就要補多每人80元 賺這個數,160元 所以大家如果買錯也不用怕的 那你去到那個站裏呢 找個票務員呢 他就會告訴你,我差一架 你補回就可以了 好,現在呢 我們就出發去這個律南公園了 咦,原來這裡呢 看上去就可以去到的了 就是這個位 走過去400米 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我們出發了 我們終於來到律南公園了 已經沒了錢了 我已經 飽少了 還有一百萬日圓 對 欺騙不到你 這個位置很漂亮 那我們入場這裡呢 就很便宜 那就是410日圓 我們呢 是從哪裏 那裏呢 會把雙關的小費錢 這麼便宜 是 麗麟公園 是日本四角最著名的亭園 首先我們就會去 賺旗文賴館 走馬漢花 地欣賞 他們這裡就會展出很多 當時賺旗人民 生活上會用到的東西 去旅行 突然間上了一堂日本歷史貨 走出這個賺旗文賴館 我們前面的風景更吸引 我們穿過路中間的圓形小山幽走入南鼎 我們就會馬上感覺到日本庭園的風格 你們大家試想一下一個公園可以美得 你每走一步都看到不同的美景 栗林公園在1857年開園 它的面積有75萬平方米 前身就是當地領主松平一族的別園 自1642年起 足足用了18年才起園 公園裡面有6個祠堂 13座架山 雖然在這個人工建造的公園 而我去的時候又沒有櫻花又沒有紅葉 但是單單欣賞它多個雅典設計的庭園 就已經值回票價了 這裡簡直就是三學中的綠洲 所以來到四角一定要來這裡欣賞一下 好 今晚我們來到綠陽公園 剛才我們就在這裡 買完飛之後就進去這裡 轉了個圈去... 咦 不是在這邊 我們走了這個的 然後我們進來這裡看了 之後我們好像去了這裡 不是喔 我們去了這裡 哈哈哈 先生你知道我們不是去這邊嗎 其實我們在這邊 因為我們有很多這個童 我們在這邊才對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醒來是你 哈哈哈 我們的圓圈在哪裡呢 在這裡 圓圈 然後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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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了 然後我們就會走到這裡 然後走到這裡 然後走到這裡 現在時間已經是兩點鐘了 我們其實是12點鐘來到 拍照之後就已經是兩點鐘了 其實這個綠藍公園呢 我建議玩的時間應該會是三個小時 如果你拍照的話要五個小時 是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會回到高松 那就拿回我們的行李 吃完午餐 我們就去機場了 那最後一頓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吃什麼的 那我們就看看有什麼吃 或者在我們酒店樓下 那裡有幾間都挺好吃的 好啦 我們一會就 嘩 這裡很好 它在門口那個位置 原來告訴你 哪些花會開了 還有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令到你在觀賞的時候呢 那就可以更加漂亮地欣賞到 綠藍公園上面的花了 就是這些位置 嘩 好自小 好啦 現在呢 我們就要去這個綠藍 去高松足港 那其實呢 很近幾個站隔 三個站隔 那我們呢 就要在這裡買了 那就會是入了錢先 然後按這個 再按 190 對啦 這樣就要出飛了 那加上總共呢 就是 380 現在呢 就這樣按了 190 對啦 然後這裡拿飛 這裡拿飛 這裡拿飛 那它就要出飛 咦 咦 對了 嚇死我 我們進去吧 進去是不是要 啊 給它打卡的 打卡 打卡 謝謝 好 我們 其實我們完全沒有看幾點的車 好 我們終於回到最延遲的地方 還沒回到 快要回到 啊 好不捨得 真的很想再留十幾二十日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當回德董員網 那裡吃完 那其實它在哪裡呢 它就在高松站 這個高松竹港的隔離 就是我們剛才搭那個 蓋電的列車裡面 隔離 Sorry 蓋電列車的隔離 對啦 那今天的旅程呢 來到這裡 我們待會就要搭車 去回Airport 那我們坐的就是 7點20分之幾 那今次的旅程 都到這裡啦 下次再託影片給大家看 拜拜 拜拜 今次的旅程就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啦 我就是聽了我同事說 日本四角是一個遠離繁囂的城市 剛巧又有便宜機票 那我們就決定去啦 來到這一邊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種解釋不到的魅力 在這次旅程之後 我一年裡去了四次日本 接下來我就會剪大阪之類的影片 大家不要錯過啦